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了天校快评时间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美国政府关门 有些中国朋友从中国大陆到了美国十一期间 去到自由女神像那边看一看 发现自由女神像关门了 有些博物馆也关门了 正巧实际上遇到了美国联邦政府 关门 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这个事情 会影响到一些联邦政府体系底下的这些机构 在许多中国朋友看来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国家统治的一切 政府主宰的一切 好像很难想象政府会关门 但是在美国确实发生了 因为奥巴马的医保计划 国会众议院不同意 那么美国的这个预算 政府的开支是由议院来决定的 那么议会说我现在不给你钱了 是吧 差钱 那么所以开不出工资 那就必须要部分的这个美国联邦机构就要停摆 大概有七八十万的联邦的雇员在家写着 那么其实呢 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很多人在我们生活在美国人都没有感觉到 是吧 那个你到 你可能就是说大概有四百个左右的国家公园 包括博物馆 航天 科技馆啊 还有这些受到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像美国的重要的军事机构 情报机构 司法机构等等 都没有受到损失 比方说国防部来说吧 国防部有140万穿军装的这个军人 继续这个履行他们的职责 但是呢 八十万文子工人 人员当中有一半 现在呢 是协工了 另外的话 在能源部 比方管理这个核子设施的 是吧 水坝的 等等这些员工都不受影响 在这个国土安全部 24万雇员当中 86% 现在还是上班 因此来说呢 就是受到影响的 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 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 它说明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 美国政府关门呢 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念 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实际上它受影响的 只不过就是在三权当中 就是说司法权 行政权和立法权当中的 这个行政权 是联邦系统联政权 这一部分受到了干扰 是吧 那么 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 不会受到影响呢 因为联邦 美国的政治制度 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就是说 一级的 这个 一级的 这个政府啊 受到每一级的选民 和选票的制约 你比方说联邦政府 有总统 是吧 底下内阁 总统在每四年 这个一次选举当中 他如果说 得胜了 是吧 当了总统了 那么他会 换那个阁员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他对的是 相对的是 全国的这个选民 是吧 但是呢 如果联邦系统 受到损失的话 或者受到一定的影响的话 它不影响到州 因为州的预算 这个还有其他像 教育啊 税收啊 等 它制成系统 所以说呢 当联邦 一级级下来 到镇 是吧 他也是这样 到县 都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每一级的选民 对每一级的政府负责 所以联邦政府 这个系统受到损失 不会影响到底下的 那么在中国的 呃 来说呢 这个就很不相同了 就是说 他这个是任命的 比如说 中央的呃 任命省一级的官员 省一级任命 县级的官员 叫陈陈任命下来 下面也是这样 是吧 要讨好上面 要贿赂上面 是吧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 呃 这种腐败的现象 是吧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美国 你看不到任何的上访 因为你 你你到 上访到这个联邦政府 到白宫面前 没有任何用处 是吧 他管不到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因素 一个 还有一个因素 这也说明了 就是什么呢 美国的 这个政府机构 它是互相制约的 你比方说 这次联邦政府 作为一个行政的部门 他需要 这个预算 来给员工发工资 是吧 要使这个联邦的 各个机构运转起来 那么这个钱 什么地方来 不能说是总统 自己批了 他就有钱了 不是 他是有议会 他具有这个拨款权 当议会不给 这个行政部门钱的时候 请行政 只要听摆 是吧 那么这个就说明 他的这个权力之间 是有制衡的 呃 当总统 这个违法的时候 那那可能这个 国会就可以弹劾他 是吧 如果说国会和总统就议案 或者什么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案子要交到最高法院 是吧 进行这个裁决 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不是总统任命的 总统只有提命权 提命以后要经过两院 这个通过以后 才会成为法官 所以他层层之间互相之间制约的 在中国呢 就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独裁的 专制的一个机构 就是说 你比方说江泽民 是吧 他说要怎么样 要镇压法轮功 他就 他就可以 就是通过九仓委 是吧 法文件 可以超越 这个法律系统 成立什么610办公室 直接就镇压了 是吧 你想那个邓小平 在这个六四当中 他可以跟八老 开个会 是吧 就决定了 说要对六四这个 对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民众 要进行 要镇压 是吧 等等 那这个呢 就是说 中美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那第三个不同呢 就是民意 在美国 民意是主宰政府的 政府的权利 在美国 他不是说天然而有的 而是民众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 让政府来管理自己 换句话说 民众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 你管理不好 我收回来 对不对 我通过四年一次的选举 通过两年一次选举众议院议员 通过选举州长 通过选举州议员 通过各种方式 是吧 特别还有各种 平时的这种 这个找这个议员谈话 等这种方式 来制约着你政府的行为 你政府的行为 不符合民意 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把你这个选下来 或者呢 还有一种力量 就是什么呢 媒体的力量 其实美国的媒体都是独立的 它不是政府办的 是吧 基本上就是说 它可以代表民众 或者代表它 这个某种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利益来发声 对政府进行制约 在中国的话就不是这样 没有新闻自由 任何的报刊 大多数的报刊 都是政府的这个喉舌 特别是像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是吧 还有那个新华社 这个三大喉舌 都是党的喉舌 它宣传的东西啊 都是为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 也是跟中共大不相同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讲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了 就是说 有的朋友讲了 为什么美国政府关门 中国政府不关门呢 是吧 那美国政府关门 说明美国政府是成熟的机构 它的强大 美国的自信 是吧 它可以关门 但是它也可以重新再开 是吧 说明它受到民意的主宰 它是一个为人民而运转的 这么一个机构 中共政府不关门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是独裁专制的 这么一个政府 它可以说了算 它可以运用各种税收 把维稳经费放在首位 但是人民对税收怎么处理 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那么要改变这种现象 怎么办呢 还中国政府关门 这一点来说呢 中共它是不会自己做到这一点的 它一定会挣扎到最后 所以说人民要觉醒起来 让中共下台 这就是今天的结论